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老板你好 陆星你好 很高兴我们又一次配合 之前因为我们也配合过 我觉得你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真的吗 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 谢谢 谢谢 那下面你就和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们年纪到了五六十岁之后 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这样介绍吗 但是我不知道有三高 我有六高 哪六高呢 我有血糖高 血压高 血脂高 我身高很高 174公分 我姓高 还有很高兴看到大家 谢谢 高明发老板 谢谢 谢谢 这样的自我介绍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第一次 对 难怪 自从我这样介绍之后呢 有些朋友就帮我取绰号了 他们会叫我高利菜 有 高水准 还有叫我高色泡 高色泡 我现在年纪大了不敢接受 我自己比较能够接受的是高富帅 高富帅 对 现在呢 也不帅了 也不护 但是呢 反正心里舒服就好 心里舒服 心里高兴就可以 我这个人呢 走在路上 常常会有人过来搭讪 他们误认我是某我人 没有错 我就是这种人 是某某好人还是某某坏人 好人啊 我这个长相看起来就是好人的样子 就这样最容易骗人的啊 对 所以呢 在台湾的时候 我30岁的时候呢 人家说赵绍康像我 赵绍康就是我们台湾的名嘴嘛 现在的灰碟电台是董事长 他以前是立法委员跟市议员 那我到40岁的时候我去中国 那我们国内的同胞就叫我说 哎 台湾的马英十来了 所以马英九的弟弟 等到神水扁当市长的时候呢 他到我的社区来访问 因为那时候是 请进社区发展协会的李市长 然后他致辞的时候第一句就讲说 高水扁你好 所以我这个人有个 common face 跟所有的这些大官们 都有一些同样的一种长相 所以呢 当他们这三位 要进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这已经在快要25年前了吧 那我太太就跟我讲说 我叫他们不用选了 因为你有他们三个人共同的特点 你去写一定上的 一定上了 太太先投第一票 对对对 所以呢 长相斯文 对我做生意也有好处 因为客人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高先生不会骗人的 所以我今天生意才会做这么好 还有呢 我个人呢 我有四个小孩子 我有一男三女 男的是老大 三个后面的女的都还挺漂亮的 然后呢 这四个小孩子 都是跟同一个老婆生的 就是说呢 我这个人没有胆量 去外面找小三 但是呢 我在想可能是 我的桃花都被我太太剪光光了 因为 我在 你的太太很厉害 我 我在 人家说啦 大陆有一首歌很流行当年 叫《女人是老虎》 我呢 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去项命 就是那指挥斗树 那指挥斗树 那个项命是一个盲人 一坐下来他就拿一本本子出来说 先生 请问你是这七个师的哪一个师 盲人吗 他就点字那种的 他都给我看 里面有 律师 医师 老师 建筑师 工程师 还有什么师我忘掉了 我就跟他讲说 对不起 都不是 我是电气牛 因为我在台湾 电气师 电气牛 电气工程师也可以讲 但事实上我在台湾开电机行 我在台湾的晴美夜市 开了电机行开了15年 在那段时间台湾的景气非常好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也赚了第一桶金 可是 就是在台湾赚第一桶金 对 也是在台湾界的真正的成功人士 企业老板 那您是哪一年移民到加拿大 我是在1997年 97年 1997年移民到加拿大 所以到今天刚好前后20年了 本来其实接下来我就想 让您跟大家去多分享一下 您的在来加拿大之后的这个创业经验 是 创业故事 但是被您这样开场白一讲以后 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 我们可以谈点别的了 OK 我特别关心 就是太太跟您在一起 是不是每天都很开心了 这个我想你猜都猜得出来 看都看得出来 我是在我太太底下的底下的底下 我完全是不能够讲什么话的 真的吗 在我们家她是老大 那今天这个平台给您开放 您可以多讲多讲 不行 到时候回去要睡床下就麻烦了 睡床下 哪天一定要把您太太 请过来做我们一期节目 她不会来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她不像我 我这个人是爱线 我们台湾话叫做爱红 就是哪个地方 有可以展现自己的机会 我一定是冲第一个去 但您是爱线但不乱线 所以您今天做到我们这里来了 没错 那是啊就是来到加拿大以后 很多的企业老板 很多的人都在想 如何在新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立足 如何去新的创业的开始 生活的开始更有意义 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那您的创业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应该从我为什么来这边加拿大移民开始 就是当时我在台湾生意非常的忙 尤其夏天要装很多冷气 我们有三部车六个人在装冷气 一天要装好几十台 结果呢会有早上会有人打算来说 老板我肚子痛我不要去了 结果那天我就惨了 我一定会被客人骂死了 所以我跟我老婆说 只要我们赚的钱就移民 当时就是第一个就找纽西兰 我们也去纽西兰看 结果发现那边羊比人多 羊比人多 那才是真正的洋人 对 第二个就是澳洲 澳洲 也是缴了这个定金 好多 也是去那边准备去移民 结果呢他们的门槛提高了 我又被reject 退回来 然后我为什么要移民加拿大 其实是一块光碟片的关系 因为我在卖LaserDisk 那个LDE的player 那么Pioneer他送了一块 里面有一片就是 全部都是讲加拿大景色 那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说好 等我有钱我就到加拿大去 来看风景 果然就是 花了差不多加币一万块钱 那其实很便宜 我随便打个电话说 给我拿台币四万块过来 就是这辈子的钱 大概差不多都是五千块吧 我就够生活了嘛 那没想到台湾的景气一直在下滑 我就开始心生恐惧了 所以呢我就开始当的是学英语 因为我们技术移民的话 英语也不是太好 高老板是技术移民来的 对我是技术移民来的 你那个电器的工程师嘛 对对对 我是那个台湾的台北工专毕业的 台北工专是在台湾是第一流的学府 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大部分都在公司跟工厂里面当主管 那我是没有跑那个技术这条路 我是跑到业务这边来了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开始之后 我就到加拿大就去找工作 那么很幸运的呢在ANB上 找到第一份工作 他叫做Sales Consultant 那个销售顾问 但是呢是不折不扣的导购员 就是业务员 老板编成了导购员 对一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要站七个小时 不可以坐下来的 然后没有底薪 太太有没有心疼你 她那时候在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的店还没有收起来 那时候两边都做 但是我们那时候算是蛮有眼光的 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坐之三空 台湾那边不可能继续好下去嘛 所以以现在眼光来看 我们当然就是非常庆幸 现在台湾景气是非常差的 我如果还在台湾做的话 我可能已经收掉了 我反而到这边来闯出了一片天地 所以呢我当初就是去ANB上做了 强劲差不多八个月 然后刚去的时候就是每天站九个小时 我都没有奖金 没有那个底薪只有奖金 我只有一天都没有卖到一块钱 那天是白干了 而且还要花汽油还要花中饭 那真的不想做了 那你怎么去那个时候 心里怎么去平衡呢 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坦白讲 就是台湾人的一个苦干的精神嘛 我们走到哪边就是怕屁架的牙嘛 所以我想说好吧就是忍忍忍忍 等到了Vaccine那一天 Vaccine那一天 你知道Vaccine是 所有温哥华人都会排到 AMI前面去买东西的 我一个人呢 我那天卖了十台的音响 二十台的电视 跟三十台的录影机 这是真的喔 我一个人 然后呢 我那个月总共拿到了七千块钱的佣金 是全公司第二名的 第二名 很厉害喔 当时什么心情什么感觉 当然是很高兴啊 但是呢 当我收到了那个Paycheck的时候 只剩了一半 我说怎么搞的 为什么这个只剩一半 原来有一半被税金拿去了 因为那时候我忘了去申请 我有抚养那个小孩子 当然后来他们还是退款给我 不过呢 这都是一个经验坛 那接下来我就想说 离开之后我就开始想说 我做些什么生意啊 我就想说做导游 还是去这个做Agent 然后呢 去导游做了一两次之后 发现说我没有那个忍耐 因为那个非常辛苦 那个很辛苦 所以我就放弃了 那要去做那个Agent 我的英文又不好也卡不上 所以都放弃了 后来呢 刚好台湾在流行一个叫做 万曲点歌机 万曲点歌机 也就是一个片子里面有一万条歌 然后那时候台湾人在这边 就是歌舞生平 今天去李家帕拉克 下个礼拜到我家帕拉克 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跟我买一台 我曾经有一个月 卖了差不多20台 我一算 哇 赚了一万块钱 我没有请任何一个人 就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 一万块就是第一桶金 这个非常高兴 你说不是吗 一个人呢 都没有请工 员工也没有店面 就开始这样做起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卖 卫星电视 去卖那个 银雕系的循环机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一万 第三个一万 第四个一万 滚滚而来 对对对对 那后来是做了这个按摩椅之后呢 真的让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 按摩椅是哪一年开始的 基本上大概差不多是15年前的 这比我差一点 对 15年前 对 就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我在跟一个客户聊天的时候 我说那个我认识一个老板是台湾人 我说高老板他是做按摩椅的 是 你知道他第一句话反应是什么吗 他按摩椅 那能赚多少钱呢 那个生意怎么做呀 对 所以呢就是他真的不理解 他觉得这个按摩椅是很难做的一个生意 这里呢就是又讲到了您的生意经 对 有时您说呢是最难做的生意 生意难做才好做 生意难做才好做 对 之前我也听您讲过这样的话 对 那你怎么来看这一块呢 诚如各位所知道 你在市面上尤其是温哥华 看不到五家以上的按摩椅店 对不对 就是没有人要做嘛 为什么没有人要做 因为你进了东西进来之后 要负责收获服务 收获服务这一块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的 为什么 按摩椅的收获服务 对对对对因为它里面有千百个零件啊 它又不是说像电视机 电冰箱 这个东西是放着 你一开它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按摩椅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 多多少少 那么呢你就必须要去服务 那么你现在 第一次卖出去你觉得说我赚到钱了 但是呢多跑了两三次的服务 那些钱又吐出去了 所以很多人开了店 那么等到黄租到齐了 三年了两年了它就关起来了 因为事实上就是不好做 那因为我本身在台湾我是学电机的 所以这方面也难不到我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在收获服务这一块 我们做得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说 在网路上是最怕被人家骂 对不对 人家一不高兴就去那边随便帮你PO个文 你就完蛋了 但是呢幸好我们的服务做得还不错 所以在网路上骂我的人并不太多 并不太多 总是会有嘛对不对 你没办法顾到十前十美 有的也是一不小心可能按错键了 希望是啦 所以呢这个在我们来讲 这个行业呢就变成说 越没有人想做 我们就怎么样 越去啃他 我们就一直独大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像我现在呢 我们在大温地区有四个店 四个店 然后我们在LA洛杉矶呢 洛杉矶 洛杉矶 尔湾跟Arcadia也有三个店 所以呢 在东部有吗 加拿大东部 正想去 我大概下个月呢会再去那边看一看 那么我据我所知道在多伦多 听说就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那边比较激烈竞争 所以到最后呢该说的都收了 现在听说整个多伦多有三百万的人口 竟然按摩鱼的店数也不超过十家 这也是有点不可思议啦 也就是说 可能在那边的这个 种种的元素 因素呢造成了这个 按摩鱼在那边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我要认为说 把我这一套拿到那边去的话 看看行不行 可能是可以做做做看